欢迎各位全面进场 8月3日礼拜六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黄奕平 近日在一场公开演说当中 敦促大陆政府加强财政刺激 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 采取刺激消费措施 呼吁直接向民众派钱 第二单消息 路透社引述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马利巴拉所说 通用汽车中国分公司 已经从一个获利火车头转为财务负担 公司亏损资金的额度是不可能无限期持续 首先召呼你各位计划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天第一条影片 讲了有关于 奥运金牌得奖者 江文慧女士 他那篇论文 分享一下他的见解和心得 引来一些留言 反驳 我又想反驳他们的反驳 那些人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体育和政治就理应分开 江文慧在奥运赛场里面 的确确是为香港队取了金牌 所以我们支持他从体育角度出发 他的确是用了很多苦工 所以值得支持 至于他政治上说什么呢 就不需要理他 另作别论了 有些人仍然坚持这样看 没所谓 我个人都很开放 很包容 我也是奉劝那些人 不要那么双重标准 今天你见到江文慧 他就好像很可爱 外表又人畜无害 说话又好像笑容可谷 不重要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因为你觉得他的色相 那个疲劳 而令到你中了他 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但是你把持着同一个标准 面向所有的人 那我就想奉劝那些人 做人要一致一点 这个标准 不要整天搬聋门 弹出弹入 既然你都可以觉得 体育成就和政治取代 是需要分开处理 是可以分开处理的话 那你不如包容 B 阿伦和阿聂 他们在演艺圈的成就 在音乐界的成就 何尝不是超卓呢 尤其谭永伦 在这个乐坛里 拿了这么多奖项 曾经代表香港 当时真是挂香港旗的大佬 英属香港 去到这个 红白歌唱大赛那里 唱日文歌 唱爱念 真是厉害了 威衰 原谅他 包容他 你不能因为谭永伦 嫌他巢皮 年老色衰 或者你本身不喜欢他 于是乎 你就说 譚永伦 他去撑警 所以你就不喜欢他 于是扔爛他的黑膠碟 也可以 说他巢皮 也可以 你何尝不是把这个音乐 和政治混为一谈 你现在说 觉得江文慧可以 体育和政治分开处理 那你麻烦把音乐和政治都分开处理 那你包容谭永伦 他开演唱会 这些人记得买票 否则说你浪费 他们根本上有很多标准 他不喜欢那些人 阿伦 阿B 那些人就踩到变齿柄地底 就行 江文慧 看见他很棒 尤其是那些麻烦 于是乎 不要理他说什么 分开处理 那这些人不要去留言 因为你是多重标准 你中了迷运术 自己又不觉 那为什么你不包容阿伦 我问那些人 我不是帮谭永伦平反 或者帮他说话 我问他 这个逻辑问题 很简单 你觉得江文慧 是可以体育和政治分开处理的 我真的觉得没所谓的 那你拜托 都公道些 音乐和政治分开处理 你不要再闹谭永伦 这些人 对不对 是不是要这样的逻辑 那些人在那里 为什么有些人 他叫做懂得化妆 你这个标准可以很低 那不是说鬼吗 我最不喜欢有些人 你明知道自己没有道理 你还要去诡辩 死撑 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 那你不要紧 你说自己是蓝丝 就可以了 就顺理成章 那你不要说自己是黄 你不要说自己是支持民主 韩慧自由 不要说这些 浪费 浪费 把垃圾放在垃圾桶 真的 还需要说民主自由 那你如果不说自己是黄丝 什么都不用说 没所谓 你支持江文慧 也可以 支持谭永良 支持谭慧珠也可以 是不是 不用说自己是黄丝 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讲究 你说自己是蓝 就可以了 好了 说回今次的主题 因为我因为要讲这些逻辑问题 要搞清楚它 不要搞到好像搞不答八 那样 我不喜欢的 好了 说回这个主题 说了三次 看看大陆那些官方的顾问 走去要求派钱 搞什么呢 现任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益平做到院长了 厉害了 7月30日在财新网发表一篇文章 叫做《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其实是今年5月他演讲的一份整理稿 王益平主要呼吁当局 要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 指出中国目前包括消费、出口 甚至投资在内的总需求 都不再像以前那麽强劲了 哇 这个东西很坦白 哈哈哈 可以不可以 这篇文章还未下架 现在出了三多天 这个实际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 提出了新的挑战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复甦 仍然举报为奸 哇 这个他说 怪不得他现在7月30日才弄出来 因为习近平承认了 大陆的经济是有困难的 他现在在财新网发布了 哦 显示通缩的压力持续存在 黄奕平认为 即使在经济成长疲远的情形下 也都要将预算赤字 控制在GDP3%以下的做法 将会阻碍经济发展 限缩未来制定政策的空间 黄奕平批评 大陆当局政策过于保守 认为应该加强财政刺激 并且推高的通胀 采取措施去刺激消费 比如说给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 这件事都很麻烦 以及直接给老百姓派钱 否则会陷入低通胀的陷阱 后果很严重 这就是黄奕平委员 黄奕平影院长的建议 我认为 第一 派钱速消费抗通缩 大陆本身是否有印钱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断有印钱 事实上也是有印钱 但印了那些钱 不能够发到老百姓手上 我只是跟他说 因为大陆那些是属于所谓的老百姓 大家知道老百姓和市民公民有区别 你说直接为那些人派钱 给他钱 大陆一直都有印开 那些钱去了哪里 很多时候一查贪官 就说原来他整个地库 不知道充斥着多少吨的银子 也有 很多贪官就是中饱私囊 把钱 于是他不断印钱 令到老百姓手上的钱的消费力下降了 现在你说直接要把那些钱派给他 那行不行 大陆向来都没有这样做过 第二 派钱之后 当真是共产党的银子 派了 听你这个皇院长所说 但是若然那些民众 那些老百姓 收到那些钱以后 他对于前景的信心还是很不足的 觉得那个不明朗因素很大 那他一样是不用钱的 那怎么办呢 那些钱到手以后 他就在银行 息低 照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都不是计较 那些钱摆在银行 究竟购买力会不会萎缩 他就是想积谷房机 怕着将来会不会是失业 没得工作 财源 减薪 不舍得洗 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大部分那些讨论 都是说什么呢 就不是说他们要怎么去消费 什么双十一 消费 那些完全都是 说的是消费降级 说的是中产反贫 说的是断崖式降薪 说的是追土薪金 这些东西是多的 微博也按不住 于是那些人又如何信心花钱 你派一块钱给他 我不知派多少 你派一千元给他 那就等于六亿人口每个月 一个月的薪金 我不知派多少 他没有说派多少 而且他说派钱 但是派给他 他未必会花钱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认为最终 老共也不会接受这些意见 如何采纳才行 14亿人口 他说有14亿 实际上 可以当成10亿 才算 10亿 你每人派一元 也有10亿 这就等于蓝丝的理论 哈哈哈哈 蓝丝经常说 在大陆做生意发达 14亿人口 每人给你一元 已经有14亿了 如果派钱也是 14亿人口 每人派一亿 也有14亿 哈哈哈哈 每人派一百元 就已经死了 14亿了 那怎么派呢 福元广库 如果大陆最终派钱 那就开创了人类历史记录了 14亿人口 每人有份拿钱 如果他要派 你说在技术上 是否可行 我认为是可行的 因为他又推这个数字人民币 推这个支付宝 微信支付 他太多这些电子管道 是可以 很容易地发放出去 那问题就是他肯不肯做 因为牵涉到资金太大 派一百元 你不如不要派 因为对于经济影响 实在不会这么大 派一百元 他真的可以放在银行里 不移动 你说派一千元 就已经搞到14亿了 所以我认为 那个可行性是低的 也都 上面不会接纳这些意见 好了 王益平还说到 建议当局 应该将消费者物价指数 即是CPI 增长 明确定出百分之二到三之间的 光性政策目标 在此之前 已经有人建议财政部发债 向全体居民派钱 直接推动消费 去全社会注入基础货币 降低居民的负债率 进而降低私营部门的负债率 进一步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可以改善各行的数据 一定要快不能犹疑 至于 王益平说他是农民出身的 知道土地干了 裂了 滴灌都是没用的了 一定要放水进来 或者是落足够的倾盘大雨 这样才能够改善得到土壤 以上就是王益平这个苦口婆心的建议 我认为始终实践的机会都是很低 而且他说到向居民派钱推动消费 如何降低负债率 进而又降低这儿那儿 这是他的逻辑推演 但实际上实践起来的时候 那些人是不会捨得花的 你派给他 他是会存在 至于彭博社的报道又怎样看呢 彭博社就说 目前大陆側重制造业 借出口推动经济成长 可能会造成全球生产过剩的危机 王益平那篇文章 简在三中全会之后发表 似乎是对于三中全会 并未明确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方案 而且再度将制造业视为经济发展核心 是有所质疑的 王益平在讲话当中 小心翼翼地保持建设性的语气 只是将当局的政策描述为过于温和 并且将经济中出现的新状况 归咎于具体措施 王益平指 这两年中央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策 效果非常有限 但是主要归因于 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手确张 实际上做了很多紧缩的事情 这些一向都是要这么说的 反贪官不反皇帝 当然是地方政府有问题 难道中央政府有问题吗 否则他连这篇文章发表的机会也没有了 彭博社说 王益平避免触动大陆当局的敏感神经 以免好像环球时报前老总胡锡进 遭到全网禁言 过去一年以来 大陆有不少经济学者 因为发表了和官方不协调的观点 遭到封杀 包括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 彈斌 这个名字很有动态 彈斌 财经博主洪庸 投资研究机构隔龙会创办人陈首雄 知名评论家水皮 名字这么厉害 经济学者马光远 财经作家吴晓波 圆中金财富证券 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等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己鹏 因为呼吁股民不要入市 而遭到禁言 之后还辞职 因言惹和 接下来我们看看路透社的报道如何说 现在大陆的经济是怎么办呢 路透社的报道提到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和就业市场深度萧条 让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失去了昔日的活力 世界经济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变化了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通用汽车 以及受到对华出口限制影响的高科技企业 对于中国经济的疲怨程度感到震惊 路透社说 大陆政府提振经济的措施至今效果不佳 个人消费低迷的状态至今仍未有明显的起息 面对着各种生活压力的增加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他们不是没有钱用 就是有钱也不敢用 但这个是很坦白的 他说得是很客观的 你看这些陆客来香港就知道了 以往什么都买一餐 金沙又买 亿力多又买 总之维他奶也买一餐 现在什么都不买 又说穷油 又说深度油 又说扎盈 搞屎棍 正式是没有帮衬 路透社引述 通用汽车的CEO 马丽巴拉所说 现在的市场很困难 坦白说 这样就难以持续 因为公司在那里亏损的资金额度 是不可能无限期持续的 通用汽车中国分公司 已经从通用汽车的一个获利火车头 变成财务负担 报导又说 中国GDP今年第二季的增幅是低于预期 审慎的大陆家庭都不禁存钱 以及还债 从而导致大陆的零售业销售 在6月份下降到近18个月以来的新低 跟香港都差不多 所以我也不明白 教育到那些学生就说 香港和中国的经济物不可分 大陆不可分 大陆不可分 香港又跟着不可分 本来你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 一来你跟他保持距离 其实就有一种幻想空间 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这样按住他的时候 有些高压一定有些人不喜欢 第二个就是你跟他在经济上走得那么近 也不是好事 这些西人看到 就当你是一个大陆城市 那你怎么办呢 看回这篇文章 商家被逼削价竞争 商店里面几乎所有商品都在降价 从Tesla 宝马 到宾市汽车 乃至食物和服装 那这个就是政治局会议发了一个决定 就说 不要再搞这个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了 但是 劈价是否真的恶性竞争呢 就因为那些人不舍得花钱 正如路透社那篇文章所说 他要不就没有钱用 要不就有钱也不敢用 要不就有钱也不敢用 于是乎那些产品才要不断 占物斗窮人 那你没办法 那些人不肯买就要降价 要不然你怎么去库存 但是现在又说 不要搞这个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或者你不要再劈得那么过分 那怎么办 那销售不出的时候 那家人就要倒闭了 所以 其实 根本上这个所谓减价 就是市场经济底下的一个自然而言的结果 他可以不减价吗 都没有需求 好了 大陆政府上个月推出的措施 提振经济以刺激消费 包括 鼓励设备更新 以及是销贵品的已旧换身 但是目前看来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那这些都不是新的措施 以前 李克强做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已经推动过一次了 那有些分析人员就警告了 除非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让消费者在经济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否则 目前的政策 只会导致停滞 和通缩风险的长期化 如果有通缩风险 那些人更加不愿意花钱 因为今天买东西就比昨天便宜 明天买东西又比今天便宜 那些人更加压缩消费 然后消费 去到他不换那个东西 或者他不买的东西都不行的时候 那他才会去买 路透社引述 LPL金融控股公司首席 全球策略师 克罗斯比所说 他们对于大陆没有推出帮助 扩大经济精确的刺激措施 是有着严重的关切 美国的公司 现在很难把中国市场 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苹果上季在大陆的表现很坏 手机销售下跌了6.5% 跌幅远远超乎预期 中国是苹果公司第五大收入来源 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集团说 大陆化妆品市场进入到今年下半年的销售 仍然呈现轻微的下滑 看不到在消费情绪有上涨的迹象 其他受到冲击的消费品公司 包括星巴克、麦当劳、宝杰、万豪等 他们专门为大陆国内旅游需求不够旺盛 而发出收入警报 连LV、Gucci、Burberry、Hugo Box等 在内的奢侈品制造商 亦都对大陆市场收入下滑 发出警告 所以大陆现在全面告急 那些公司现在就开始要思考 究竟是继续守下去 定益或守不住 要接下来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